朋友们好 今天直钟一下近日朋友们的提问 6孔尺8和7孔尺8的区别 我们来看这个图 7孔尺8主要是 为统英座密集职法服务的 你看很顺 统英座密职法 我们从右向左看 全部按住是密 要按住下面这个小孔 是发 然后就再往再向左 so la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这个有个背孔在那边看不见 在背部看不见 这个是mi 所以它很顺 那我们这样吹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就是这样子就把整个七声音阶吹完了 并且浮沉是不要做的 不需要做浮沉的 好 那我为什么讲它是主要是为统英座密服务的呢 你看 我们看再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把它的执法变成统英座拉的执法 就是从右边数起 统英纯慢住 好 放一个小孔 c 这个是将c 将c 要叫do re mi fa so la 是吧 所以它这里就没有 所以就没有c嘛 这个c还是需要通过这个do的这个孔来按半孔来完成 因为统英座mi和统英座la都是用的很多的 ok 并且又是七孔十八的话呢 还要分正反手 正反手呢就是说右手在下 因为它要用围纸来按嘛 右手在下 如果是反手呢就是左撇子 左撇子啊 左撇子一般是左手在下了 所以它需要用左手的围纸按那个最下面那个小孔 这跨度比较大的啊 ok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六孔十八 六孔十八呢是不分正反手的 前面五个后面一个 那那还是从右边来往往走看 纯慢住统英座mi 然后呢 so 第一孔是so 那发在哪里呢 那个发呢就是用这个孔 用这个孔来按半孔来来完成 这个so这个孔啊 来来来完成 啊拉西多类 只是多了个只是少了个发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比较转调方便一点 比如说你要转成统英座拉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啊 so的这个孔这里 垂成那个c啊 啊所以说因为你七孔十八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嘛 统英座拉的时候 它还是 要按半孔嘛 所以反而是六孔十八我认为六孔十八更好 为什么呢 第一个方便我们吹绝大多数的流行的十八音乐 然后呢 还没有上司我们对十八很重要的一个 浮沉音半孔的控制的练习 对吧 首先你拿着六孔十八 你就可以吹很多很流行的十八曲了 那偶尔会遇到一两个这样的半孔 那你又可以学一下 那五孔的话就对很多朋友来讲可能挑战可能比较高一点 因为会吹五孔六孔七孔都不用学 那会比较中庸一点的就是六孔 它可以当做五孔来玩 又可以放开来 很方便的转调吹很多热门的齿八曲 那七孔呢就 统英座密的时候 是不需要浮沉的 又吹七声音阶 但是如果万一遇到一些半音 或者说遇到了转调 那还是要做浮沉的 所以综合起来呢 六孔我认为会更方便一点 转调更顺畅一点 也没那么多限制 谢谢大家